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传统的西湖醋鱼必须是草鱼 在西湖靠近孤山一侧的网乡里 已经饿养了三天 饿养这套必不可少的程序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草鱼经过饿养 去除了泥腥气 肉也变得紧实 最合适的鱼长不过尺 重量不超过一斤半 只有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鱼 才能制作西湖醋鱼 这菜已制作精致讲究建厂 每年都会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同行 到浙江来研讨学习 位列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这菜 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